大家好 牛肉滑 那它主要的是要加这个酸笋 因为这个酸笋呢 刚刚买到 所以呢 我们今天来做一下 首先呢 把这个牛肉了 切小 切成一片一片的 立着它的这个筋的方向 切到这样子会 比较嫩 我们牛肉切好了 装到盆里 加点盐 加点生抽 加点生姜 然后加点地瓜粉 然后把它 搅拌一下 一下 大概腌 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水开了 把这个 新化粉先 放进去捞一下 可以了 把它捞起来 加入这个肉冰 加点油 这肉冰让它撒一撒很香 加点葱头 然后倒入鱼鹿 加入鱼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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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加入这个酸笋 我们一家人都喜欢吃这个味道 多加一点 然后把这个汁也加一点 酸酸的 然后加入这个牛肉 已经腌制好了 是一个叫做家乡的口味 不管走到哪里都不会变掉 在香港我也经常煮这道菜 小孩子们也很爱吃 这几天都是欠姐在做这个菜 大家会不会忘记了 觉得我可能做一两期一下就不做了 不会的 我都会来做菜 大家看到这个颜色了没有 然后呢 可以把这个 辛化粉的加进去 最关键的 等一下还要再加点醋 那个味道才会到位 盖上锅干 好 熟了 现在我们呢 再加点醋进去 让它味道的更冷烈一点 然后加点糖 撒上葱花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 父亲的这个吃这个粉的 最特别的就是炸蒜能 要加点炸蒜能进去 那个味道才到位 OK OK 关火 出锅 好